在香港土生土長的繪勵內 日前正式宣布在日本出道 成為香港第一個具有正式身份的AV旅遊 對於香港人來說絕對是個震撼蛋 不少網民還說一定會買正版支持 不過究竟日本網民又怎樣看呢? 我網上的留言所見 不少日本網民都被正面的評價 認為繪勵內有著東方人的面孔 但又有些外國人的感覺 另外亦有日本網民說 繪勵內應該是第一個不懂日文的東方人旅遊 對於他們來說很有新鮮感 不過亦不是全部網民都對繪勵內的首部作品 持正面的意見 由於今次的作品 繪勵內的對手是評價都幾兩極的清水見 所以有不少日本網民發現 繪勵內的處女作對手在清水見之後 就說不了了